一只白狼充满好奇的在仔细的观察一只狗子 它被狗子巴克高大威猛的外表深深的吸引 巴克伸出爪子 可白狼却害羞的扭头就跑 但是从这以后 巴克每天都会跟在白狼的身后 白狼也很无奈 毕竟巴克不属于狼群 狼群今天的目标就是这只野猪一身小飞镖 可是灰狼一个不留神地脚踩空 直接掉进了水中 它被急流瞬间冲走 只能紧紧的抱住枯树挣扎的求生 就在狼群万分着急的时候 巴克哭擦一个大冲 然后利用自己高大的身躯 把树干顶了起来 再使出自己全身的力量 最终将灰狼丢了上来 巴克这无谓的举动 获得了整个狼群的认可 从这以后 他便跟着狼群一起狩猎 他每次抓到猎物 他都会给自己的主人送回来 今天吃烤鸡 第二天就吃烤鱼 老人有巴克 在野外生存就不成问题了 这天老人在河里 突然发现了一大块黄金 原来穿梭中的黄金之河真的存在 他随便用铁盘一筛 就会出现几颗 巴克见状也跟着帮忙 他一口就雕出了一块更大的金子 可惜老人没看见 巴克还以为找错了 一张嘴就给扔了 好几天没见到巴克的白狼过来找他 经过老人的允许 巴克跟着白狼一起走了 因为老人很清楚 巴克已经找到了他的归属 随后老人准备带着黄金回到小镇 可就在这最后一晚 还是发生了意外 这个掏金者丧彪找到了这里 他扣动了扳金 咕噻就是一枪 还威胁老人交出黄金 老人掏出黄金 全部扔了过去 可是贪心的丧彪 还准备杀人灭口 就在这时 巴克突然赶回 一个大扑就下了丧彪的枪 接着巴克一个暴力出风 互通一下 将丧彪怼进了熊熊的大火之中 但是老人因为中枪 已经命不久矣 他就这样 在巴克的怀中安静地睡去 但是巴克始终无法忘记主人 他经常发呆 对主人很是思念 白狼看出了巴克的悲伤 默默地在一旁安慰 巴克的野性也彻底被激发 面对狂暴的宗熊 他没有任何的畏惧 王者独有的压迫感 让他发挥到了极致 巴克经常带着族群 在这片草地上狩猎 但每一次经过老人住的地方 巴克都会停下脚步 怀念一下曾经的主人 好了 影片到此结束 我是木子李 咱们下期见